今天呢 教大家做春节的第10道菜 香酥花生米 5块钱买了一斤呆皮花生米 打入一个母鸡蛋 给它搅拌均匀 让这个蛋液呀 全部包裹在这个花生米上面 再放入两大把玉米淀粉 让这个玉米淀粉呢 也是充分的包裹在这个花生米上面 再用照亮空出多余的玉米淀粉 这样炸的时候又不容易脏 油温不要太高 拿一个花生米试一下 4成的油温 下入花生米 小火寝炸 慢炸 炸熟炸透 捞出空油 接下来都是八丝的步骤了 咱们这个比例一定要掌握好 一烧清水 两烧白糖 一比二的比例 大火烧开 用烧子不停的搅动 从大炮慢慢转至小炮 从小炮变至金黄色 最后炒至香油色就可以下入花生米 搅拌均匀 这是一道下酒硬菜 如果能绑着到大家 能不能来个想象心支持一下 我主页呀 分享了好几百道 美食教程 大家随时可以反看一下 汤姜包裹均匀以后 撒入白芝麻 多撒一点 然后用筷子给它扒拉一下 放凉后 又香又酥又腿 如果耍了我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给我点关注 不然你耍耍着呀 就会找不到我了